大楼内客服呼叫中心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生至93例 这是韩国首都圈内规模最大的集体感染事件 这93例确诊病例均为在大楼11层工作的职员及其家属 目前防疫机构还对550名大楼内其他呼叫中心职员等进行检测 大楼内最初出现的确诊患者是一名在大楼11层工作的保险公司员工 他在8号确诊感染 大楼为地上19层 地下6层的建筑 除客服呼叫中心外 还有婚庆场地 产后护理院和小型公寓 入住人员和工作人员使用同一部电梯 预计确诊病例还将增加 鉴于目前韩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大多为聚集性传播 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11号召开发布会表示 政府将发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南 建议员工密集容易发生集体感染的企事业单位 采取在家办公等防疫措施 感谢观看